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古海共創双赢 好 礼拜五的台北股市 大盘量缩震荡 那指数收盘小涨个8点 周线上来看的话呢 大盘在这个地方 这礼拜指数是在 这地方做了一个反弹 涨了100多点的红K棒 结束了零四周的一个这个黑K 大盘是不是在这边 稳住正脚了 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吗 大盘的部分 待会会跟大家来做详尽的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 还是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今天我们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第一通指令 我们每天第一步 先来帮大家观察一下 今天盘式的一个结构 那今天先看美股 礼拜四涨跌互借 道琼小涨 Nest的个小跌 都在一个箱形整理之中 台股指数今天早盘是开平 小跌个三点左右 手盘就多空僵持 预估量早盘来看 可能连1000亿都不到 就再度出现急缩的状况 那期指跟现货的表现 也都差不多 所以大盘研判 今天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开平之后 就是一个霞幅震荡 各股各自表现为主 所以今天大盘指数你看 开平跌个小跌三点 一度拉高又刹下去 其实到最后 就像我所说的霞幅震荡 最多涨个11点 最低跌个26点 上下区间只有40点不到 这个部分你看到今天盘式 都符合现荣老师技术分析的规划 跟预测 那这种大盘量缩整理盘怎么做 我们可以去找 找什么 哪些股票如果早盘急速拉高 大盘今天量缩掉 很难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后继买盘进来 反而尾盘可能会有多杀多 我们就去找这种股票 反市场操作 所以今天我们锁定的标的 在6153的一个加联益 这几天最近利多频传 说华兴集团要入股 要抢供5G市场 然后第二季上半年的营收 又这个营运又齐奏高歌 哇业绩很好 那早盘一度开高拉高上去 看似大单敲进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今天加联益的一个走势 如果说把后面遮起来 你看到上半场会觉得 哇今天大盘在整理它这么强 这里都有大单在敲进大单在敲进急拉 可是县荣老师说 你要去观察 这里后继无力之后 高又未过高 有大户在趁机出货的迹象 短线动能指标也出现了什么 转弱讯号 所以今天做加联益的当冲 反而应该怎样 趁着早盘急拉拉高上去 后继无力之后 先卖后买 所以你看到早盘早上急拉 去追的下半场 反而都套牢变赔钱了 对不对 最后还一度小幅翻黑 那这个走势就是一个标准 这个反市场操作 人家在拉高 我们要采取短空的策略 那不过今天走势 加联益符合预期 开高走低 那不过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今天宣容老师 发出指令之后 我们是定价在34.6到34.7 要来做卖出 不过到了12点半左右的时间 12点半过后 最高都只来到 在指令发出之后 最高都只来到多少 34.55 所以距离我们所定价的34.6 差了一档 差了0.05元 所以设价 并没有能够去成交到 所以今天12点35分 也请会员朋友 就把卖单把取消掉 所以今天总是符合预期 但是宣容老师 并没有能够这地方 帮会员朋友赚到钱 这边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那为什么没有成交 也要拿出来说 这个部分当然也是要强调 宣容老师在这边 所做的一个每一笔的一个报告 我再三强调 这么多年来就是坚持 不说谎不骗人 更绝对不与主力挂钩 所以宣容老师一直强调 我如果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 战绩如何 有赚了多少 如果你跟着我们一口令 一个动作 可以赚多少 一定是会员朋友 这地方跟着我们的指令 来做操作之后 有机会能够去成交得到 这才会报告我们的一个战绩 如果没有成交 像今天加雷你没做到 我们也都诚实报告 绝对不是那种空气单 成交不到的 也跟你讲我们赚了多少 所以我们就是用最高的标准 在要求自己只求缘分到了 认同宣容老师的投资朋友 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所以你看到宣容老师 每一笔操作再强调一次 一定是让会员朋友 能够有机会成交得到 我们才来算绩效 像上个礼拜我们做郁金光 8月12号 对不对 早盘拉高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先卖后买 那天早盘9点57分 就已经通知大家 454.5到455.5 先做卖出 那有没有卖到 你看到到了10点多的时候 都还有456.5 换句话说 我们挂454.5455.5 通通都能够去成交 平均在455的价位 都能够去成交到 对不对 到了下半场 股价一路的杀低 我们建议大家445买回 收盘还收在最低的 这个442.5 所以你看到 这个10块钱的价差 是能够让你这个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的 你也不用自己用市价去追杀 只要按照我们的一个操作 这都能够去稳稳的成交到 或者像这地方 8月13号我们做稳帽 也是一样早盘拉高上去 发现大户在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建议大家先卖后买 那一天我们是在这地方 早上9点49分建议定价 270到271先做卖出 卖出之后呢 这指令发出之后呢 到了10点多 快11点 都还有高点来到271 所以你看到多少 这个271.5 我们定在270 271 是不是也都能够完全去成交到 到了下半场 股价走低265.5 把它买回来 稳稳的也可以将5块钱价差 放进口袋 你不用自己用市价去追杀 对不对 跟着我们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这样子 稳稳的将获利放进口袋 包括这礼拜我们做操纵 这个8月20号 早盘建议大家252.5到253.5 先做卖出 到了10点钟 是不是来到253.5 那这地方都能够稳稳的成交到 尾盘刹下来248.5买回 对不对 最后还收在这个最低245.5 那我们248.5通知大家买回 又稳稳的把4块半价差 放进口袋 如果跟着我们这样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100万操作个4张 也有18000 放进口袋 所以我们所呈现的每一笔战机 每一笔操作 都是让会员朋友 有机会能够去成交到 我们才会这个做个记录 好 那这个月就是这样最高标准 要求自己之下 目前13次的出手 成交13次 10胜2负1合 累计战机 累计胜率超过了8成以上 累计报酬率更超过了10% 等于投资朋友这样每一档 如果说100万这样一档接一档 跟着现龙老师 赚这个操作下去 不敢说一定赚 对不对 也有两次 这个地方小赔 郁金光 GIS 我们都小赔个五毛一块 就出掉 那赢的 就赚的扣掉这个赔的 赢亏相抵之后 累计这些绩效 目前超过了10% 等于投资朋友 真的要这样一笔一笔操作下来 帮自己加薪个个十百千万十万 加薪个五位数六位数 绝对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好 这个部分 现龙老师仍然是用最高标准 继续要求自己 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帮会员朋友 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当个快乐的当冲组 继续在股市当中 多帮自己创造一份收入 创造一份这个 能够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好 回来继续谈到大盘 那大盘这两天 看起来好像又跌不下去了 这个礼拜指数反弹个一百多点上来 在这里震荡震荡 大家又想说没事了 那我只能再提醒大家 做股票 我们不要说凭感觉 跌了才乱砍 涨了 直接觉得没事 又在乱买股票 重点运用技术分析 来规划未来行情 才能够做出正确的操盘决策 那接下来行情 我们看法没有改变 这个指数看起来跌不下去 但是先看筹码 筹码面大盘杀到10180之后 开始反弹 而这段时间融资仍然持续增加 总共到昨天为止 从8月7号到8月22号 融资又增加了21亿 那你看到现在融资又超过1300亿 这已经又回到什么 回到大盘10994附近的时候的一个高峰 甚至比大盘涨到10994的那天融资还要更多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波大盘下沙 散户没有跑 甚至还在继续的加码 那可是外资呢 外资却是连续9天 加上今天的话是第10天 连续10天卖超 就变成一个散户在加码 外资在卖 好 那这时候又观察到今天量 又缩到只有80亿出头 对不对 造成大盘量继续缩 5日均量仍然低于10日均量 那量的趋势目前也仍然持续转弱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上档现在有月线 季线半年线 月线这两天碰到了 更上面还有在10600多点 有季线跟半年线的关卡 如果说要供 我说除非台积电能够供站上月线之后 带动大盘的多方攻击量1250亿 这是基本条件 这才有机会再更上一层楼 但是目前来看很难 好 那如果说量的趋势持续退潮 你要去想那散户一直在买 为什么量不见了 谁在卖 我只能跟你说 很多市场上长线的大户 现在陆陆续续在退场 大股东申报转让的 寿闲基金最近也在退场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种状况之下 你要指望指数能够继续大涨上去 难度会很高 那现在大盘就是在做一个上升骑行 那如果这个是上升骑行 往上空间已经来到这个压力区 空间不多的情况之下 万一再一个回档 骑行之前下这根旗杆814点 未来都有可能再来一波的等幅 会不会出现 这个部分你要去想一想 那当然现在大家在观察川普 说要这个喊说要大降息 其实也再三提醒大家 如果美国真的又再度降息 你不要又当作利多 那个都是短多长空 有经验的人就知道 不用我多讲 所以在这个时刻该怎么去操作 只能提醒大家 大盘下跌的风险仍然没有去解除 所以目前操作策略 最好当然仍然是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我们盘中满手都没关系 盘后空手 稳扎稳打拒沙成塔 继续当个快乐当冲族 那甚至如果说想要扩大利润的 如果有好的标的 能够这地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明确的出现 我们随时也会空军起飞 准备来扩大利润 这都是在接下来我们先帮大家定下来的操作策略 那为什么要这样提醒你 很多人都说现隆老师 怎么老师叫大家要小心 其实做股票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说现隆老师保守 没错我也不否认 我在会员做股票就是真的保守 因为我认为保护会员朋友 所谓的保守就是保护会员朋友的一种心态 而保护会员朋友永远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你看我说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每天为了自己做生意 跟你讲大盘没跌 不用怕不会跌了 继续买股票就对了 反正很多的老师都这样 上涨就拼命叫你 大盘要喷出了赶快追 不追就来不及了 跌下来就告诉你不用怕拉回找买点 所以涨也叫你追跌也叫你买 每天买每天买哪一天行情真的跌下去 天天叫大家买 总有一天会猜到最低点 这种死多头的投股老师 每天都在买股票 上节目就来吹嘘今天买的涨了多少 之前会员手上套牢的一箩筐 都不交代了都不说了 各位投资朋友去想想 这种永远只会叫你追股票 告诉你不用怕继续买的投股老师 死多头的老师能帮你赚钱吗 不但不行 而且大盘一旦又出现一个像去年那样子 1000点1800点的大回档 很多人就可能这样子 因为这些死多头老师 只会叫大家买股票 到最后反而变成重伤 那这种事 宪隆老师真的做不出来 所以我会去强调宪隆老师保守 是因为我把保护会员朋友 当做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而帮助会员朋友真正能够将获利 稳稳的放进口袋 这才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为了要帮助会员朋友 稳稳的将获利放进口袋 也为了帮助会员朋友 真正的能够在股市当中 长长久久的赚钱 宪隆老师这么多年来就是坚持 要认真的帮会员朋友规划行情 多头来临 前几年大盘7000点 8000点 9000点 宪隆老师也是一路寒进 一路拼大的 那时候我们锁定车用电子 自身科美起码 都是帮会员朋友掌握到 1.2到1.5倍的一个最高获利 对不对 能拼大的我也带会员朋友拼 可是高档来临的时候 宪隆老师一定也提醒大家 要注意风险就像去年大盘 涨到1.270高点 美股那时候也是涨个不停 台积电外资又全面较好 对不对 经济数据这会是一片的看好 我有没有再三提醒大家 行情高档利多不断 该怎么操作 莫忘反市场操作 大盘已经即将在地方开始 逐渐一个急速回档 准备下探年线的风险 所以我当时说 针对大户出货转弱讯号的电子股 空军起飞 有没有 该空军起飞的时候 宪隆老师一定会把握 后来大盘真的从1.270下杀到年线 跌到10300点附近 当别人这时候才惊慌失措 2月6号股市崩跌 股灾来临 很多人才在含泪砍股票 这时候宪隆老师 不但保护好会员朋友 更能够利用空军这地方 这个达政之后呢 我也说重扣莫追 不要在这时候才去追下追空 空军开始回补入带 凯旋而归了 对不对 那今年这个上个月大盘 在台积电开完法说 告诉大家下半年赢周围积极走高 外资又在全面看好之后 有没有再三提醒 小心啦 每次台北股市要崩跌之前 崩跌之前崩跌之前 都是台积电开完法说 爆出利多 这外资全面喊禁的时候 见到高点 然后反转而下 所以在当时看起来 消息面又是利多不断 美中贸易战说要停火了 美股频频创新高了 然后呢 这个日韩贸易战 也说台厂可望得利了 外资又在全面看好 台积电的时候 有没有再三提醒 行情高档转弱讯号 正在逐一出现 所以那时候大盘10994附近 再度建立大家空军起飞 扩大利润 那时候布局哑光 那时候布局华通 那时候布局这地方质源 一档一档在高档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 我们做好龙卷放空 特别会员的环球金 更是在300多块的高价 就已经带着大户 大家来做一个什么 龙卷放空的动作 后来大盘崩叠下来 亚光我们这地方6天的时间 帮大家掌握3块2的价差 100万做个12张 3万8弹起来了 对不对 质源 这个华通28块半 到这个25块半回补起来 10天赚了3块钱的价差 100万做个40张的 有人赚了十几万 日元62块4带着大家空军起飞 8天7块钱的价差 8月6号跌到10180那天 空单回补 有人20张赚了14万 又赚起来了 就是这样 还包括了这个特别会员的 高价股环球金 现在还在赚 有人空个10张 赚了40几万 还在继续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是现隆老师 怎么样去帮助会员朋友 精准的掌握行情趋势 多头来临时 我们会全力做多 但行情不对 我们也会空军起飞 而现在这个行情 我只能提醒 大盘上档空间 目前有限 而万一再度的回跌下来 会不会又是一个800点的等幅 所以在这个时刻 当然我会去强调 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赚了就走 有赚没赚 盘后保持空手 这样稳扎稳打 用最小的风险 来帮你巨沙成塔 当个快乐的当冲族 继续的这地方 这个累积获利之中 这个月目前累积战机 10胜2负1合 胜率超过8成 累积报酬超过10%以上 帮自己加薪个5位数6位数 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那当然如果有像亚光 像智源 像华通这样子的一个 好的一个标的 又可以空军起飞的话 随时都还会再做出手 那为了要帮助更多投资朋友 也能够一方面 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当个快乐的当冲族 多创造一份收入 又能够利用这地方 空军起飞 有机会我们来这个扩大利润 特别再帮大家争取这次 暑期最后特点 38%的一个超值优惠 想把我的投资朋友休息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很感谢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献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其中有跟一个投资朋友聊到说 为什么想加入我们 他说真的很佩服献荣老师对行情规划的一个能力 上个月大盘在10900多点台积电开完法说 真的献荣老师事先跟大家讲 大盘高档转弱讯号出来 要跌了 事先讲了 真的跌下来 有帮投资人做好准备 但是说这还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还是因为献荣老师的一个诚实 献荣老师他说看了这么多电视上的投顾老师 就只有献荣老师敢在节目当中 每天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有赚有赔通通都诚实的跟大家讲 他说只有这样子公布出来 才能够让他信任 而不是像其他投顾老师永远都只讲赚钱的 赔钱都不说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愿意加入我们的极品操盘团队 当然献荣老师很开心能够获得知音 获得知己 我们就想求一个缘分 缘分到了认同我们的 再来加入我们 那我也要这个地方再三提醒投资朋友 其实你在选这么多投顾老师的时候 你怎么去评估 巴菲特也跟大家讲过 巴菲特用人的时候 他会去评估三个条件 一叫诚信 二叫聪明 三叫活力 而这三个条件里面谁最重要 绝对是诚信 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 那其他两种特质 反而会害惨的你 很聪明又活力 但是没有诚信的人 到最后反而会害惨的你 所以你看到电视上这么多投顾老师 每个都很聪明 天天都大获全胜 每个都很有活力 天天在买一堆的股票 到最后你再加入了 你发现被骗了 是不是就被害惨了呢 所以再三提醒大家 你在评估这么多投顾老师的时候 你要去看这个人有没有诚信 那县荣老师再三强调 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我不可能保证你天天赚钱 但是第一个保证 做当冲 我决定当天带你进 当天带你出 绝不凹单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 就一千多档里头 我最多就挑一到两打 给你做快打当冲 建议 不会叫你自己去乱射飞标 给你一堆股票 第三个保证 我们做快打当冲 每个会员都收到的股票 都是相同股票 第四个 如果节目当中 是有的快打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要给大家百分之百的诚信 保证给你 那接下来行情只能再三提醒 孙子冰法说 兵无常识水无常识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未知神 股市如战场 我们也不能够当个永远 只会买股票死多头 能拼多的时候 能拼大的时候 宪隆老师也带你去拼 对不对 当年每期 我们四十几块 带着会员票全力低档锁定 这都有图有真相的 对不对 带着会员是掌握到倍数的利润 有这样的机会 我当然带着大家拼 可是现在呢 现在大盘在这个地方 我只提醒 前面10994高点 被宪隆老师预测对了 现在大盘跌了800点 做一个上升骑行 如果说再下去 可能又是一个800点 而现在反弹已经13天 我只能说 这个地方时间结构 对多方又越来越不利 所以我们的操作 当然一方面 我们仍然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不会给你乱枪打鸟 每天按照SOP 最多两档股票给你 清楚的告诉你先买还先卖 清楚的告诉你进场价位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到了假 简讯通知 你不用看盘 老师帮你看 当天带你进 当天一定带你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之下 你看昨天 我们操纵 不就是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帮会员朋友做个三张操纵 四张操纵 又赚了一万多块 彈起来 对不对 这个月累计战机 十胜二负一合 仍然这地方 持续的在累计财富之中 帮自己加薪个五位数 六位数 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有像雅光 有像华通 像智元 像环球金 这样子好的 这个扩大利润的机会 我们也随时准备空军起飞 想利用快当冲 加上空军 两路并进 一方面当个快乐当冲族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一方面有机会 来这个空军起飞 扩大利润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指名加入 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